好幸運 結婚多年 最近什麼 第二胎來報到了 對 來報到了 對 很幸運 妳是生完多久 半年 快半年 快半年 對 很幸福耶 老公莊英杰是我們 亞運龍舟項目的國手 對 他這次為台灣奪金 金牌 上一屆 對 然後今天也帶來了這個獎 對 你不要亂摸喔 人家可是奪金的獎喔 你怎麼這樣 我走過去 你老公怎麼會剁錢 我走過去我是要這樣 人家的母親 我是要拿這一支 請問這一支 是這一支嗎 這有堅貴老師加錢過嗎 還是你自己加錢 都有 都有耶 是喔 這支有得金牌喔 有 對 對 這支多少錢 這一支 身價嗎 還是 身價是無價 身價無價 就是售價是八千元 八千元得金牌 拿那個攝影機兩萬的那個 都還沒得獎 八千塊 上面還有刻度是怎麼意思 我們有限制長度 限制它的長度 不能太超過到一百三十公分 所以如果說拿太長的話 你其實相對在滑的過程 你請中間來比一下 那你給它拿了 我一聽八千 我以為什麼不敢拿 我以為我金牌 我以為是八十萬 我以為你幫他比 沒有啦 沒有 因為它就是可能就是在 因為是滑龍舟是坐姿 對 所以它相對不會拿到 大概一百五或一百六 現在馬上滑 你不要閃 現在滑是比較簡單 就是這樣一個動作 分三個 第一個是入水 第二個動作 拖拉 拖拉完成之後 沖泡泡蓋送 可能是 可能是 然後第三個是回獎 回到第一個動作 這樣結束 這三個動作 對 三個動作 在你跟 我們剛才剛才的 來 這有什麼好示範的 他們就插入拖拉 這樣 你看 知道你唱得更哭 你沒有跟他們弄壞了 可是是在有水的狀態 對 是啊 到水上面又不一樣 對 在水上 水哥可以一起來 你龍舟是你一個人滑嗎 可以 我可以一個人滑 你一人滑一條 可以 少來了 真的 可以 他們測驗的時候也是 一個人滑一條 二三十人那麼長一條 他可以一個人滑一條 所以這邊滑一滑 換這邊 我就滑一邊就可以 一邊的基準 真的啦 這是技術性的 這個 我講的 我的經歷 我跟你講 你會跟我敬禮 那什麼 我是有在畢壇 滑大船的 這個你會不會 是滑嗎 然後唱 我們倆 滑著船 在彩虹裡 我彩虹裡 原來怎麼變這樣 是你啊 終於找不到凶手 滑那個大船 你們還可以坐在上面喝茶 一個人喔 對啊 一個人喔 對啊 就搖那個搖滷啦 不要臭 我不是坐在那邊 給人家滑的 好 請請回座 殷傑說你們上次 本來要一起來 上我們節目 結果你是去菲律賓比賽 對 食物中毒喔 我以為是食物中毒 你用那個薑吃飯是嗎 沒有啦 不然 比完賽 就是比完賽啦 比完賽 隔一天的行程 就是可能去逛逛 他們的當地的 當地的購物城 那些 然後 那一定就是大家可能就是 比較早起 我也是比較早起 走一走 大家可能還想要繼續逛 其他的商店 我就剛好 肚子 肚子餓了 我說你們先去逛好了 我先去找吃的 我點的是一個雞腿飯 他就吃第一口之後發現 好像怪怪的 但我沒有吃 你第一口就感覺到怪怪的 第一口就吃到怪怪的味道 套通啦 套通 想說 可能應該是太餓的關係 我就大概吃到 再兩三口發現 真的不行 不要吃了 我一上飛機就先休息 先睡覺 然後快到台灣的途中 一半就開始發冷 一直發抖 我就沒有辦法去 止住那個抖 後來就是趕快跟 就是 航空人員 就是通知那個 機場先要有醫生來 來幫我做診斷 哇塞 有這麼嚴重到 他好像在飛機上就發燒了 哇塞 發燒 當時就會想說 是不是什麼傳染病 還是什麼東西 會不會感染到整個飛機 整個飛機都要檢疫這樣 對啊 一下飛機之後就是通報 機場就剛好有 那個派駐的醫生 然後就趕快 大家去那個 那個機場的醫生看 可能疑似腸胃炎這樣子 然後結果想 然後他那時候因為看很晚 沒有火車回花蓮了 他就在台北待一個晚上 結果後來隔天回去 我發現他還是不太對勁 他就睡一整天 就很不舒服 對 然後一直到就是 在隔第二天 他到早上 因為他很能忍 他是那種生病 他覺得OK 他就是繼續做他的事 除非是真的痛到不行 然後他那一次就真的說 老婆 你可以帶我去看醫生嗎 然後他才這樣子講完 然後我就趕快帶他去 帶他去路上 他已經全身無力發軟 然後我就直接就是 我當下就覺得 把它扛起來 不可能 太重了 我就把它 我就直接開到急診室 然後馬上拿那個輪椅 他就真的整個軟掉 然後我就死命把他拖到那個 那個推車輪椅上這樣子 然後就進去 然後沒多久他就意識不清了 第一次耶 這麼嚴重 很嚴重 而且他都 但我記得當下 我記得是我走路上車子的 然後開始之後就都沒有印象 在車上就已經昏迷了 我就 對 對 所以醫生說你腸胃炎其實不是 就是什麼 沒有 我覺得那一次也很幸運 因為剛好急診室的醫生 那位弟兄 也是我們教會的一個弟兄 他剛好也是我們小組長 然後後來就是 他也忘記他跟 就是護理師有胸 就是他還大叫大吼 他都完全忘記 為什麼大叫大吼 因為可能就是 痛到一個臨界點了 他覺得他就 因為那時候他一直說 他肚子很痛 然後頭很痛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們只能讓他打那個 最後就是打那個鎮靜劑 對啊 然後後來 我就一直跟那個 我們那一位醫生講說 奇怪 他一直說他是腸胃炎 可是他也沒有腸胃炎的症狀 而且他一直說 頭痛到要砸裂這樣子 然後後來醫生就說 還是我們做一下那個什麼 腰椎穿刺 脊 脊椎 脊椎穿刺 就是直接驗有沒有那個腦膜炎 結果一驗 很長一支針 對 就是我們那個 那不是很恐怖 對 那不是砸下去 而且那個是隨便想要 頂紮就可以砸的 就跟我們那個陽磨穿刺一樣 那個針一樣長這樣子 結果一驗 腦膜炎 真的 對 就腦膜炎 我想說怎麼會腦膜炎 現在這樣多少 沒有 八 十 十 十 有好了對不對 好很多 對 然後 反正那一天超級驚險的 然後結果那一天剛好又是我 發那個滿月禮的日子 我還自己開車 然後就 就趕快有我的朋友 剛好是兒子滿月當天 對 就是當天 然後我掛急診 他掛急診 你真的是屬於緊張型的選手 有重要事情的時候 沒有 他比賽完了 是去吃到那些 但是兒子滿月 當天他也是 要賽 他就不想要去送 對啊 所以那個時候我真的是 我就想說 好啦 既然他已經在醫院了 就剛好也是認識的朋友 又是醫生 然後就交給醫生放心這樣子 其實我後來知道是腦膜炎 我那時候還在發 那個蜜月禮這樣 想說天啊 太可怕了吧 腦膜炎 然後邊發發 發到一個朋友家 我怎麼發現我哭了 他說你怎麼了 沒有 我來送 那個滿月禮給你 可是我老公現在在急診 這什麼心情 心情又悲 對啊 而且一聽要 脊椎穿刺也太恐怖了 這到底是多嚴重 對啊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想 然後反而是我朋友安慰我說 沒關係啦 恭喜你 好 那你趕快去 那個急診室這樣子 我還要這樣 然後後來就真的忍不住 就在車上大哭這樣子 可是我還是要冷靜 就是你還是要處理 處理事情這樣子 對啊 那多久 說什麼還跪在地上祈求商天 這是誰 對 我那時候還禱告 就是因為我就大哭 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跟我經紀人 在那邊講 怎麼辦怎麼辦 結果很多事情都打亂了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他 就是祝福 而且這麼嚴重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趕快請大家幫我禱告這樣子 對啊 那個時候 他嚇死了 我真的嚇死了 而且我想到最壞的打算就是 如果他真的就在醫院離開 那我真的是 就離開 我也不要活了 你有想過這麼嚴重 我有想過 因為我很容易會往那個負面跑 對 就是會越想越糾結 孩子才剛滿月 對 如果就離開 對啊 這也太戲劇性了吧 沒有 那時候我真的是覺得 不行 我沒辦法失去我老公這樣子 我想說沒關係 我小孩我公婆還都很健康 他們都可以照顧我小孩 如果我老公真的走了 我也不要活了這樣 就是有那個想法 哇塞 那真的很嚴重 那你的醫院躺多久 好的 十天 結果我記得十天 怎麼會這麼嚴重 忽然腦膜炎 這也太誇張 其實我們後來聽醫生講 很幸運 因為其實腦膜炎會到非常嚴重 甚至可能就會有一些器官 或腦袋受損 可是因為還好它是 後遺症 對 但是它有後遺症 那有查出來是 真的是吃了那一盤嗎 應該是吃了那一盤 對啊 應該是你們得金牌 然後有人嫉妒是不是 有人嫉妒 對 就是在我們的水下 不想在機場賣東西的 對 讓我們水下一下 小心身體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喬巴大神馬將手遊 即刻下載